委員,現在有人給您,因為是屬於比較年輕一派的人,絕對是可以當立法院的院長的濃厚度,可能會影響 這個現在講這個是不是都太早,因為國會一定要過半 國會過半才是現在我們的優先要務 那我們所有選區域立委的,我們現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握每一個選區 贏下每一個選區,連任的都高票連任,然後新參選的也都能夠高票當選 拿下每一個選區,現在才是國民黨來講 所有在第一線打仗,參與立委選舉的候選人,最重要的工作跟任務就是贏得選舉 現在韓國瑜哥,我們津平甚至上年紀一輩張啟成,賴世寶等,都有被點名要過這個立法院的龍頭 那您心中有適合的人氣嗎 我覺得對我個人來說,我覺得我們先拼這個國會過半 因為如果國會不過半的話,我們現在在講說點名,誰來當立法院龍頭 我覺得都是過於樂觀 那剛才所點名的幾位,就媒體點名的幾位,我認為都非常優秀 而且他們也絕對都有資格 但是我覺得以現階段,我們還是全力去拼國會過半 會不會有二加二模式,目前我還沒有辦法那麼確定 那麼因為現在民眾黨傳出是要二加二模式 那我覺得對於我們部分的區域來說,可能需要有二加二模式 因為我們當然還是會希望在我們比較艱困的縣市 那麼透過我們優秀的部分區的立委,在這兩年去好好的經營 然後呢,再下去去選縣市長 那麼我個人覺得對一些我們目前沒有現任縣市長 或者是現任縣市長他們即將任期屆滿 我覺得是可以用二加二的模式去安排我們的部分區 剛才朱主席有說到了,總統目前還是有一部分是非常困難的 那是不是包含就是搭檔的人選 那他們的前提其實是柯侯要在同一張選票上 那現在你同意了嗎? 對我來講是這樣 如果要合作,那當然不管柯侯、侯柯 是不是在同一張選票上面,我們也是尊重我們同一黨的意見 對我來講就是說,你有個公平的 雙方可以接受的辦法,那就可以了 你剛剛有說是尊重侯柯或柯侯的這個安排 但是在就是在討論說到底要民調還是出選的辦法 你們剛剛有討論到嗎? 到底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決定附手人選? 那到底有沒有就是侯又宜這個部分? 今天我想是這樣,我跟朱主席 其實我們算是認識很久的,老同學 所以我們有一個控制就是可以解決的部分先解決 但有些部分是有爭議還沒解決 還有一點,我們要尊重當事人的意願 所以剛才朱立文主席也講,儘快三個人坐下來談 因為這個我想今天也不能說在當事人缺席的狀態下 我們自己倒進,我想這個也不恰當 啊對啊,我在重申一遍,對我來講是這樣 只要是一個公平的公開,然後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比賽方式 那當然我們就既然要合作,我們還是尊重對方的意見 非常謝謝所有的媒體好朋友 今天我跟柯主席我們都共同的目標 希望台灣能夠再深化民主 這第三波的民主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時刻 這也是一個最關鍵的憲政改革的時刻 過去我們造成的這個民主獨裁,或者是一黨獨拿 威權式的總統,或者是獨大式的政黨 這些都要過去了 希望我們透過這一波政黨合作 讓國民黨跟民眾黨今天共同宣誓 我們對於未來台灣第三波的民主 做出一個共同的承諾 我們未來是一個合作的 是一個共享的 是一個相互資源的 同時我們有共同的理念來推動 對於不同的部分 我們可以相互的包容 所以對台灣未來的民主 可以擴大參與 更能夠達到監督制衡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目標之上 我們持續的來堆疊善意 不管在兩岸的政策 能源以及財政改革 其他的方面 我們都有非常多的共識 其實我跟柯主席之間 有關於這些共同理念跟共識的部分 我們在九月份的時候其實已經談過了 很可惜大概我們也稍微延宕了一段時間 我們在十月初本來就要 召開今天這樣的一個記者會 而對憲政的改革 我們更是有共同的一個目標 未來當選總統的人 一定要每一年定期到立法院 來做國情報告 立委員各黨團 聽取報告之後 也可以提出建言 總統再做補充報告 這也符合憲法相關的規定 那行政院長的提名之後 要獲得立法院的支持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重要的部會首長 也要到立法院接受聽證 那不管十八歲的公民權 或其他重要議題 我們接下來會持續的討論 那立委的選舉 我們共同承諾 我們剛剛也有討論了一些選區 我們都希望能夠達到立委席次的極大化 未來民眾黨國民黨 國民黨跟民眾黨 我們的共同目標是國會過半 那將來重返執政之後 我們能夠一起努力 那對總統的部分 我們今天就是希望大家 希望能夠往合作的目標來努力 但是因為今天我們也 主要一方面限於時間 一方面我們主要是針對於 共同理念、共同政見 跟立法委員的部分 未來我們再針對於總統的部分 越快的速度 越好 能夠把整個的事情做到最圓滿 特別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為了台灣的長治久安 所以目前這種贏者權毫無自衡 有權無責的政治體制是 的確是需要修改 那麼台灣如果走出過去那種 兩極對抗的社會氛圍 我想在2024是一個契機 所以是這樣 總是台灣必須往前進 面對問題是解決問題的地步 一定會遇到問題 只是說在過程當中 大家去努力把它克服 我想今天這個會議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就是說 這也在歷史上 要讓大家知道 合作還是比對抗好 就是說 當然合作不可能百分之百完全相反 但是就是說大家可以養成一種可以互相討論 然後合作的文化 我想是今天這場會議在整個歷史上的最大的意義 好謝謝大家 謝謝柯主席